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但未来不是有机会来的,不是有机会来的 香港的总面积是多大? 1100 1100是什么? 平方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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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公里 对的 电视有多少个新市镇? 9个 哎呀,你很聪明啊你 如果有多些社区设施,你最想见到什么? 泳池 泳池 好,答得好 在政府有两个部门和展成馆和规划是息息相关的 你说到一个都可以 规划处 规划处 规划处,对啊 你住哪里? 韩文铁 你想见到什么? 公园 多些公园 好,未来我知道你有未来的 去到实情看看香港一些规划 去到现实如何落实得到 你自己好,爹和妈妈 如何享用到这个设施 希望大家回到学校 不要失去兴趣 对啊 展成馆暑期规划学校 就是规划处和展成馆 一年一度的一个厂头的节目 今年都是第五届组的了 今年我们是有117位小学生 还有有200位中学生参加了 我们想深入浅出地介绍 究竟什么是规划 香港的规划是怎么样 以及相关我们做规划的时候 他们有什么不同的考虑因素 那我们都希望 藉着这个活动 可以培养到新一代的规划的人才 让他们对规划有多些的 一个兴趣和认识 那我们都想学生 除了知道书本一些很基本的东西之外 我们都想他们亲身去经历 去听专业人士的讲解 从而去了解多一点规划处的工作 和了解多一点香港的发展 他们可以跳出课室 可以看多一点 亲自去看 比他们真的看书 听老师说 其实会有效很多倍 我觉得城市规划 可以帮到很多人 其实为什么我们家附近 就会有那么多其他的社区设施 又或者某一些 例如中华或者金钟的地方 为什么会是商业 所以我想来了解一下 我要思考一些 要为人方便 有舒适的东西 所以我想做区域师 我觉得规划要有创意 和要为人祝福 可以在那里绿化一些东西 令到旧的东西 和石市的地方更加去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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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